大家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赵孟甫每日一字,这个消 逍遥的消 然后这种字最怕写歪掉 一般而言,这个有错步的 你的中心线要注意 除非这里的很重 不然你的字的中心线应该是偏左一点 尤其在跟上下的承接关系 那偏左,就是说你在写的这个是向右一点点 但是向右多少就看这里的笔画大小 跟这个相对的关系 这个要多考量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稍微形凯流动性大一点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增加它的书写的流畅度 这样 这里 一样都是有一个错步耳朵 摆动、流动 多一点 那当然呢 这时候还可以再更形一点点 更形一点 我们看 就开始,这样直接带下来 右边,里面呢 还是有两个 外面呢,这里 省略了 错步的三的写法 可以更省略一个写法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赵孟福的写法 它把它里面这里 变成一点 这里变小小的 还有一个特点 把这边上面的这个小 把它夸张化 占据了 占据了 左边 左上角 拉得很长 再过来 转上去 两点 一点 两点 然后 这里 其实呢 赵孟福习官 这边 经常都会抖一下 那我个人认为 有可能是 它是用单勾 然后要拉长 右边会卡住 每一次 好,常常 不是每一次 所以留意一下 我们不一定要学那样子 好,再来 比较草述的写法 好,那我们一样 学学赵孟福的写法 我造型一样拉得很长 那这里短短的 好,这里晃一下 注意看 赵孟福经常会这样子 涂上去 好,这蛮常看到的 好,再来看更草一点点的写法 好,这边 左边 最主 主要是左边的错步 好,这样子 好,变成一个 像一条船一样 好,再更简略里面 就不绕圈圈了 直接这样过来 好,这是更简单 好,不过 不建议这样写 好,这样很难去辨别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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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